首先看一下,這題開起來之後,它要教我們做哪些動作,總共有1到6這些動作,分別把它完成就可以 這題的話就完成,我可以按確定之後 接下來 我們產生練習題 開起來之後,逐一來做 首先第一個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做布景主題 圖釘的部分 它位置,其實比較難的應該是,記那個圖釘的位置,所以你只要找得到布景主題 圖釘 應該是哪一個的話,你可以 看一下應該是 有一個類似圖釘的一個樣式,然後它的位置 應該會是在 是 應該是這個 不是 是不是有一個 是不是 其實它應該要有一個那個 圖釘的那個樣式 在這裡 所以將來 各位可以稍微記一下 它長的就是灰灰的 這邊把它點下去 第一個 那我們就完成了,它要我們去 設定的一個布景主題 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位置大概是 這恐怕不是 就是等於是倒數的 倒數的這一排的這個位置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設定投影片一 這個投影片一的什麼呢 它的這個大標 這個主要的這個標題文字 然後呢 標題文字的中文有中文有英文 那中文英文部分的話,要設定不一樣的字型 所以切到常用 那一般只能夠 設定一種字型 如果你要兩種字型不一樣的話,一樣 在隱藏功能裡面 這個面板展開來 英文字型 它要一個是叫做 impact的這個 所以有一個技巧 你輸入英文字 i 它就跳到i了 OK 不過之前有遇到一個問題 有些XP就電腦 沒有這個字型 如果沒有這個字型的話,你設定不出來 就沒分了 所以你要馬上跟 考試如果在考場 一定要馬上反應 我要換電腦 不然你這一題 沒有這個字型絕對不會 不會平到 滿分的 再來的話呢 我們中文字要標楷題 所以這邊的話,找到那個標楷題 那往下找 這邊有個標楷題 最下面這個 那字型部分就設定完了 再來的話,陰影 所以陰影可以在外面設定 那再來就是說 色彩 有一個色彩 它要紅色 輻射2的這個 較深 25%的這個字型 然後呢 對齊文字字中顯示 那這個部分的話,都可以在外面做設定 按確定之後 先設定字型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我們逐一的再去設定什麼 陰影 所以陰影 記得是這個S 點下去 然後 再來就是 顏色的字 點下去之後 它的位置在深紅色的 這個位置 有沒有,紅色 輻射2 較深 15% 是這個位置 深紅色的這一欄 底下的這個倒數第2個 點下去 OK 那顏色不要點錯 那 因為它的位置在 往偏下面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對齊文字 把它垂直的位置 選在中間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標題文字的設定 接下來的話 下面有個什麼 標題文字框 文字框的部分 在哪裡呢 在格式裡面設定 特別說框框的格式 它要我們設定的是哪一個呢 設定的是 外框色彩 什麼呢 橙色輻射1 就是第2個 第一排的 第2個 點下去就對了 給它一個框框 OK 再來的話 我們要去設定什麼 副標題文字 副標題文在這裡 再點框框一下 大小 切回常用 這邊改成 36% 再來 雙波浪底線 底線前面做過 在隱藏功能裡面 找到底線樣式的波浪 波浪會在最下面 雙波浪 點下去 確定 這樣就有雙波浪的效果 所以 第2題部分 也完成了 再來的話 第3題是修改2到3 2到 往下 2到4 所以先做一個2 有些如果是格式就可以複製格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要我們做 做的動作是 第一個 標題文字 一樣 中文英文不一樣 字的大小 其他這個可以在外面設定 所以標題文字部分的話 我們點一下 選這個 在先隱藏功能 打個i 它會跳到impact 再來的話呢 它的這個 標凱體 一樣是標凱體 選下面這邊有個標凱體 OK 選完按確定就可以 主要是字型 英文字型要在裡面設定 接下來的話字的大小 改成36 再來的話 我們的陰影 加個陰影 另外顏色的話 它要什麼呢 它要的是 深紅色 深黃色再來 就這個 深黃 點下去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A的設定 那設定完之後的話 如果各位要複製到其他的話 你可以再把2 再來b的部分 文字框 他剛剛的這個 標題的框 這個框我看一下 他要我們設定的是 框是不是有設定 輕微效果 我剛好選錯了 應該跟下面那個混 應該是選這個 輕微效果 橙色 輻射1 看起來都很像 輕微效果指的是這個 點下去 應該是這個才對 那所以下面的這個文字框 格式裡面 才是 這一個位置 這叫什麼 這個叫做 色彩外框 所以是一個外框 橙色 輻射1 所以點這個 點下去 OK 那你設定好一個之後的話 底下的標題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什麼 複製格式 常用裡面的複製格式 往下卷動 點一下 往下卷動 點一下 點兩下 OK 往下卷動 點一下 OK 那就把標題部分完成了 再取消一下複製格式 接下來的話 是內文的 文字框 內文 在這裡 選 外框一下 那要做什麼事情呢 它的寬度 他做的是 寬度 14 位置的話 就這兩個 位置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不能複製格式 特別是寬 14 所以按右鍵 這個前面有做過類似的 所以我快速的做一次 14 然後呢 它的位置部分 這個寬度 寬度 位置的話 3.1跟6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 3.1 跟那個6 3.1跟6 OK 按關閉 所以大小 14 位置 3.1跟6 OK 好 那其他的部分 我想都一樣 請各位 自己再完成 這個 後面的兩張 那還有 這個圖 圖的部分呢 我稍微講完這個 再還給各位 因為這個地方 大小按右鍵 也是一樣大小極位置 那 縮放比例 題目 這個好像前面也有用過 圖的部分按右鍵 那它縮放到53 那 高跟寬都一樣 所以點擊這邊 它自動會幫你說 這麼小 再來的話呢 它的位置要在什麼呢 位置 要在 它有個數字 水平的話是 20.5 垂直的話呢 是要在 14.53 OK 按一個 關閉 就做完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後面 底下的所有的圖 也要一樣 可是它不能複製格式 所以你要一個 一個一個 慢慢做 所以 還好只有做三次 那就完成了第三題部分 那我想各位 試試看 把 一到三先完成 二到四的標題動畫 它標題部分要做這兩個 一個是 猛然 揮動 在什麼 進入 的時候 另外呢 要與 前 一個動畫 同時 那時間的話呢 是0.75秒 那還有 脈衝 是強調 接續前動畫 特別注意喔 有些關鍵字 你要特別注意 它這個地方是 當進度的時候 做這個動作 然後什麼時候呢 與前動畫同時 時間 所以有 12 3 4 就是你按照這個順序 其實都可以找到答案的 那我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是針對 這一個 有沒有 標題文字 去做什麼呢 做動畫 所以你可以切到動畫這個頁面 那什麼時候呢 去做這個動畫呢 就是當進入的時候 那什麼時候 第一次實際上就是進入 第一次 所以我們點下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 點擊之後這邊會有進入 那進入的地方 我們要猛然揮動 那猛然揮動 如果沒有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進入的話 一定是 類似這個 綠色的形 綠色的這個 顏色的這個動畫 如果說沒有在裡面沒有猛然揮動的話 請你找到什麼 下方 如果在這裡面沒有猛然揮動 找下面有什麼 其他進入效果 對不對 進入的這個效果 其他進入效果點下去 其他的 其實往下找應該就會有了 在這邊最下面 倒數第3個 猛然揮動 那什麼叫猛然揮動 按下去 它就會有個猛然揮動的效果 跑出來的這個效果 按確定之後 OK 第一步找到 進入的時候 猛然揮動 再來他 他會 跟我們講說 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開始這件動作 預設是按一下 才會去做這個動作 可是記得把它改成 與前動畫同時 題目裡面都會有 所以點下去就可以 然後呢 期間多久呢 0.75 所以 再按一下向上的箭頭 這個效果 就被做出來了 OK 那第1個 第1個動畫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做第2個 第2個是什麼呢 強調 所以你點下去這邊 下面有個強調 強調什麼 它叫什麼 脈衝 所以脈衝在這裡 第2次 脈衝 OK 那什麼時候觸發呢 他這邊有講 接續前動畫 什麼叫接續 這個跑完之後 換 脈衝 所以脈衝的話 我們接續前動畫 那多久呢 1秒鐘 OK 期間就1秒鐘 好 這樣就做完了 所以基本上 進入 再選什麼 猛然揮動 再去選 什麼時候開始 多久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 這個效果做出來 到底 對不對 你可以開啟動畫窗格 這邊就有個動畫窗格出現了 那如果你做完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可以播放看看 相關的效果 它就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你都有做正確的話 理論上 應該會有兩個 兩個 兩個效果才對 剛剛的第1個效果 特別注意 剛剛 我做 做的動作 有一個地方要修正 如果說呢 你第1次進入的時候 有沒有 我們不是進入那個 猛然揮動嗎 對不對 那你因為還要加 第2個 這個什麼 接續的話 0.75秒 做完之後呢 記得 這個 脈衝 不能夠 在這邊加 因為我要第2個動畫 對不對 第2個動畫記得 選擇 新增動畫 不然的話 他會把 前一字 給 蓋掉 那你怎麼知道有沒有被蓋掉 看這邊就知道 一個 那如果只有一個 那不對 要有兩個 所以第1部 做完之後 接續前動畫 然後 跟著一下 應該是與前動畫同時 這邊有 然後0.75 第二個是新增動畫 脈衝 然後有沒有 下面有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當他出現呢 當 這個已經跑完之後 再跑下一個 那就是什麼 接續前動畫 所謂接續前動畫 前面0.75秒 跑完 再換下一個 跑多久呢 跑一秒鐘 OK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邏輯吧 所以如果你這個邏輯了解的話 以後你做這個動畫絕對不會錯 但是你邏輯不清楚 有些同樣是 看那個畫面 就照著做 那 你做對做錯你自己也不知道 而且將來你怎麼用也不知道 最重要是你以後 將來要會運用 OK 然後播放一下看看 有沒有猛狼揮動出來對不對 再來就是什麼 他會有一個脈衝的一個 最後有沒有一個脈衝的一個 一秒鐘的一個 效果出現 那如果你播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猛狼揮動然後再 脈衝一下 表示是正確的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後面第3跟第4的動畫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複製的話前面有複製 複製什麼 複製那個格式 那動畫能不能複製呢 其實也可以 那你不要傻傻的 那你可以再做一次嘛 不過聰明的做法 選 這一個 之後上面有什麼 複製動畫 記得剛剛做的動作 我如果要複製到下一個的話 按下複製動畫 再捲動到下一頁去 把它點一下這個 文字框 這個時候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複製成功 動畫窗格 有 再複製一下 再滾動到下一頁 再點這個標題一下 有沒有效果出來 OK 所以你有沒有做對 做錯 就看 動畫窗格 準沒錯 所以 不是用猜的 好像效果有出來就算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如果你通通做對之後的話 就會有這個效果 OK 第一個部分就完成了 那我們的那個第四題 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進入 猛然揮動 與前動畫同時 0.75秒 有沒有都有 再來新增一個脈衝 他是一個強調動畫 接續前動畫 有沒有 一秒鐘 都會有答案在上面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照著做 準沒錯 接下來的話呢 設定什麼 2到4的圖片動畫 圖片是指的是右下角這個圖 他做什麼 漂浮進入 所以進入對不對 然後向下 接續前動畫 1.25秒 OK 那我們照這個順序來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找到什麼 這個圖 第一個 第二個他做什麼 他要做漂浮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一個漂浮進入 點下去 因為他只有一個動畫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做完之後的話 假設你直接從這邊 那就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呢 有沒有看到 他本來這個投影片本來就有兩個 對不對 那如果你從這邊做的話 你會把第一個蓋掉 所以這邊倒車回去 Ctrl 一下 記得是什麼呢 記得是 這個 複製一下 滾到下面 一樣 記得就是說 我們一樣切到這裡 然後 點他之後的話 記得 不要在這邊點 這個是第一次的時候 之後新的動畫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按什麼 新增動畫 很多同學就再點前面一下 完蛋又錯了 新增動畫什麼 那 漂浮進入 什麼時候漂浮進入了 當什麼呢 什麼時間點 題目有嗎 就是 接續前動畫 他接著 所以你會發現 123就有了 然後期間是1.25秒 這樣就完成了 那做出來 如果你沒有做錯的話 有沒有看到 123 但是如果你做錯的話 可能就一個 或兩個 那就不對了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一樣的方法 我們可以把它run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們要的效果 有沒有先猛然揮動 再來脈衝 再來一次這個圖進來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個動畫 複製到下一個 可不可以啊 複製動畫 點他複製動畫滾下來 點一下 這個時候一定要出現 新的動畫效果出來 再滾下去一下 再把剛剛那個複製動畫 然後再往下卷 再點他一下 這邊也要出現 所以 如果你看到的 畫面跟我這個是一模一樣 而且是接續前後面兩個 第一個是 與前動畫同時 後面兩個一定要接在後面 就是接續前動畫 那這樣才正確 時間的話是 0.75 1秒 然後再1.25秒 這個也是會從這個上面可以看得到 好那做完畢之後的話呢 這個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第六 因為我們後面就把這一題做 門的效果 垂直 取消換頁 設定每兩秒 這個跟前面很類似 我們快速做一次 給大家看 再來就 切換 裡面找到門 那門的話 各位可以找到在哪裡呢 有沒有門呢 在 這裡 有沒有門的效果 就華麗的 倒數第3個 那他哪個方向呢 他要我們是用 垂直的 所以垂直 預設就垂直 再來的話呢 取消換頁 並且每隔幾秒呢 每隔兩秒 自動換頁 那最後這些做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的 前面做過 最後的話 你就再把它 另存新檔 把它存成 PPA 01 按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來做 平分的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這地方 基本上平分的結果 我一樣在 剛剛有做完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的動作 跟我剛剛做的動作 一模一樣的話 平到滿分 應該不會有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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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 他在平 盡量平的時候不要去動 平完之後 應該是滿分 沒問題 那 平完之後 我想這個地方 就 這一題應該就OK的 主要是動的話 可能會稍微 比較 OK 沒有問題 20分 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